哈喽大家好 今儿是六月十几号忘了啊 上午那期视频 我说让大伙喷点糖水 喷点蜂蜜水 有好多朋友留言说 老王你好缺德 谢谢啊 这个你们谬赞了啊 谬赞了 多学点 在中国这种社会行走啊 会有一技傍身 这个知道怎么坏 知道什么叫坏啊 其实也算是一技之长 比较适合去跑营销啊 比较适合在中国社会上混 并不一定说你就能混到多好 但最起码啊 你可以躲开一点坑 遇到一些事呢 你能够灵机一动 是吧 想到一点点的转环啊 或者解决的办法 不也就行了吗 最起码你也不会 像某些同志那样 是吧 遇到一点挫折就跳楼了 就自杀了 就不想活着了 老娘跟你拼了 是不是 不也挺好吗 更何况啊 中国这种社会 咱们来回来去的说 不是法治社会 这是一个王法社会 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 哪有黑社会呀 是吧 我看很多的这个 现在趁着这个什么打黑除恶运动 是吧 雷霆行动 弄个身份证 哎呀 我在十年前有什么什么冤案 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反正你挨个听一遍的话 哇靠 对心情的影响太大了 但是其中有90%以上的吧 张嘴就是黑恶势力啊 当地的黑恶势力 什么保护伞 什么啊 这些人 我记得早些年 是李庄同志吧 李庄老师 说了一句 什么警察不犯案 治安好一半 然后呢 就差点没被打死 是吧 其实这句话吧 就非常符合中国社会的现状 更何况咱们去严格定义一下 什么叫黑社会 你们可能会理解的 更清楚一点 今天是一个科普啊 一个科普 什么叫黑社会呢 对吧 最起码的 祖传的历史上的 从明末农民运动 起农民起义 衍生下来的一些民间团体 一直到整个贯穿了整个大清国 是吧 三百多年的传承 鸿门啊 青帮啊 这就算是中国比较老牌的黑社会组织吧 再之后呢 一些分支机构 你像四川的朋友喜欢聊刨歌 刨歌 对吧 四川歌老会啊 东北尼尔会啊 或者叫东北的柳子啊 胡子啊 是吧 西北还有响马呀 这些都算是跟黑社会还沾点边的东西 当然现在的鸿门青帮都是党领导下的是吧 啊 都是都都算是国有企业 然后再小众一点的就是什么华青帮 福青帮啊 这也算是正儿八经的这个黑社会组织啊 当然大伙比较熟悉的东北王张作霖也算是他就算是胡子啊 在我们东北叫胡子啊 胡子也不是站一座山就可以当胡子了 胡子是一个团伙啊 你是黑龙江的 你是铜江省的 你是河江省的 你是什么吉林省的啊 大家放在一起 哎 每年啊 还要 各个山头的舵主啊 一起烧烧香 新入门的 还有一个仪式啊 交个同名状也好啊 插个香头也好啊 连个仪式都没有 是吧 自己闻个龙刺个虎 带个大金链子啊 没没事 瓶儿辣腿的 你他妈偷啥呀 那叫流氓 对吧 那叫地痞 那叫无赖 哎 真是 那个跟黑社会不沾边也不挨着 那正儿八经的黑社会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意 都有自己的产业 不是你跑到什么KTV夜店里边去站个台 当个保安 对吧 夜店保安 你觉得自己就是什么黑社会了 那么在中国的法律上 中国社会上 对于黑社会啊 他很少用这个词 甚至连黑帮他都很少用 所以才会衍生出来一个词汇叫黑恶势力 黑恶势力 对吧 什么叫恶势力呢 什么叫恶势力 到底什么叫恶 谁来断定你这个势力 是恶还是不恶 对吧 到底恶到什么程度 是喜欢吃酸的 还是喜欢吃辣的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啊 也就算是对民间团伙的一个总称 或者也是符合中国老百姓这个一脑袋降虎的一个简体中文区的词汇 当然把这个东西定到法律层面上也是挺神奇的啊 老百姓还已经习惯了黑恶势力黑恶势力 只要政府一说打黑呀乐得都不行了呀拍着巴掌 我有冤啊 给打死你 打得轻 对吧 打成那个B样 还没看清事实 还不知道中国的法治社会是什么样的 法治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 是吧 当然这个中国的黑社会有没有呢 有啊 中国的黑社会只有一家 对吧 当然这种也算是权力的一个彰显啊 所有的极权国家或者专政国家基本上都会存在两个这个维度 一个维度呢 就有点像二次元空间嘛 一个维度呢 是伟大光荣正确 另外一个维度呢 就是穷雄极恶 是吧 吃拿卡要恒星相礼 那么每一个所谓的正牌的黑恶势力头目 黑恶势力团伙 咱也用黑恶势力这个词啊 几乎都是权力的麻在 那么一个人获得了权力之后 他的权力又没有边界 权力又不受监管 那么他想作恶的时候怎么办呢 他就得养那么一批人 那那些人 那一些杀人不犯法的 就是老王总说的那种啊 有杀人许可证的 他们其实是代表权力出来作恶的 所以在传统意义上或者严格定义上 他们根本就不算黑帮 他们算是黑白两道 他们可以算道上的 但是他们这个道是跟那个官道啊 是成正比的 对吧 有黑就有白啊 有官就有黑 所以呢 这些人的猖獗程度 或者他们作恶的程度就没有什么底线 打笼子 骂哑巴 把老太太护场子 挖掘护坟 踹寡妇门 反正是啥都干 啥都干 对吧 像那个徐州 呃 铁链女那事 老王讲了三期啊 大家可以回去反复嚼 应该都看两遍 因为有些话 我只能说百分之一 就是点到为止 那么那些事 像最近刚抓的这个 是狼房的 还是唐山的公安局长 呃 没事就喜欢玩幼女 还得玩处女 那么谁去帮他办这个事呢 对吧 你到时候你家里边来一个人 哎 你家姑娘卖吗 对吧 我给你一万块钱 你卖吗 你是不是得打死他呀 那么当街绑架 幼女送给官员去消费啊 或者消遣 或者奉命绑架啊 奉命这个抓小姑娘 那么就是这帮人干的呀 这种人啊 或者这种团伙 这种行为 都是黑帮几乎不碰的东西 黑帮可以贩毒 可以这个经营色情 经营赌博 还黄赌毒嘛 对吧 但是他们都有一定的规则 或者一定的这个范围之内 你像澳门赌场经营这么多年 一直到 是吧 90年代末期 2000年之后 这个赌场里边就没法玩了 这个套路就不对了 对吧 以前可能也存在洗钱啊 也存在这个消金窟啊 黄赌毒啊 但是呢 他还是有适当的规则的 按照规则来 香港的马会 也是有规则的呀 那么不也后来就没法玩了吗 对吧 都玩成这个体育彩票 福利彩票一样的东西了 或者说的再大一点 每一个基本盘 资金盘 背后都有这些东西 每一个行业里面 每一个行业的背后 都有这些东西 有太多太多的所谓的公开竞标 老王是不是不敢去 我是去了之后 我非常清楚到那 我就是去陪衬去了 明白吧 我知道这个标底是谁的 我知道这个标书是给谁写的 我知道他和他是什么关系 他背后是什么关系 他这家公司的老板是给谁开车的 是谁谁谁的警卫员 他二大爷是谁 那么你跟这种人去竞价 那也不是去竞价了 对吧 你是去作死去了 之前那个济南啊 还是郑州来着 不是有一个修路的这个竞标吗 公开招标 当地一个驻路公司的老板 就非得要按照什么合法 合情合理 然后去投了个标 哎呀 标是中了 人也死了 对吧 今天我听散人大哥在那聊 说为啥 唐山到现在 没有这个家属的声音啊 音讯啊 这几个女孩子到底什么样了 伤情如何 是死是活 对吧 没有什么调查记者进去 说真的 中国的调查记者 叫我熟悉的那些人 真是能够引起这个 什么行业震动啊 引起高层注意 能够推动社会变革 法治进程的这些报道 那么这些记者 现在在牢里的 死在当场的 调查的时候 让人弄死的 突然之间人就 人间蒸发了的 基本上都是这个下场啊 对吧 好一好的 说是落了个残疾啊 然后跑到国外去了 他们都很清楚 没有一个调查记者 被人打断腿了之后 跑去上访的 他知道这个国家的 法治底色是什么 他知道自己 触动了什么东西啊 对吧 像之前提过的 王克勤 那带着一家老小 东躲西藏的日子 过了一两年啊 后到后边 真是 还得说是 某些领导 还是有点良心的那种啊 给他派了两个警卫员 跟着跟了半年 然后把这事就算是 从另外一个层面了了 也得去勾兑啊 明白吧 再之后啊 这个事件关于矿山的事 出租车的事 不许再报了啊 不然的话 这事我也拦不住了 真得弄死你啊 这个东西就叫江湖追杀令 那么在中国发布什么 江湖追杀令的人是谁呢 对吧 那么接这个活的人是谁呢 你 我 对吧 你都不知道这个玩意儿 到哪接活去 是吧 那你说这帮人叫黑社会 像那个某地一城管队长 被抓了之后 牵出来之前 杀了多少个人 杀了什么银行行长 杀了派出所所长 对吧 改名换姓之后 就当了这个城管队队长 你知道那个人的背景是哪吗 你知道那个人是谁的人吗 你知道谁给他换的身份吗 对吧 这就是中国 他也算不上黑帮成员 他顶天算是某人的马仔 懂了吧 那唐山打人的那哥几个 掐指一算 跟黑帮没有任何关系 不然的话 什么14K的 新一安的 什么这个 鸿门的 对吧 都跳出来要谴责一番呢 这种事我们黑帮才不干呢 这是下三烂 这是流氓干的 对吧 没有底线 这也算是 看传统意义的黑帮 或者黑社会团伙 一个判断标准吧 传统黑帮是有底线 有原则的 然后 这个中国的团伙啊 都是某些领导 某些官员权力的 这个代言者 传统的黑帮呢 是按照自己的商业规则啊 自己的形式方针 或者对社会的理解 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然后官员 或者权力的代言人们 对吧 就是中国的团伙啊 这些流氓团伙 他们都是奉旨作恶 或者叫奉命作恶 明白了吧 所以不要瞎说啊 中国没有黑社会 中国只有某人的恶势力 某人下台了之后 他豢养的 他圈养的 他饲养的 这个流氓团伙 就会被打成 黑恶势力 对吧 还得是恶势力 恶势力 哎呀 到底什么叫恶 什么叫不恶呢 哎 谁来判断呢 老子说你饿你就饿 老子说你不饿 那你就有杀人许可证啊 是吧 你们就偷着乐吧 这个 好 感谢观看